大家好我是张鑫 这几天台湾又湿又冷 真的节气过了大雪之后 台湾就开始变凉了 今天的气温大概16度 而且下了一整天的雨 我跟老婆偷个懒 就没有去菜市场里面买菜了 可是突然一发现天色怎么黑了 明天又是礼拜一 星期天过完了 家庭主妇最困扰的事情 就是又要准备第二天小孩子的便当 我们就想怎么样子准备小孩子的便当呢 最容易准备的就是炒饭了 每个家庭里面都有米 把米一煮一煮变成饭 然后家里面有什么菜给他拿来拌一拌 就变成一盘香喷喷的炒饭 所以只要有吃米的地方 不论是世界各地 都会有属于他们国家 属于他们家庭里面的炒饭 世界上有最著名的五大炒饭 老婆你要不要猜猜看 随便猜中一个就可以 世界上吗 对对对 那我猜印度一定就咖喱炒饭了 还有厉害 中国还有扬州炒饭 没错没错没错 还有个菜 台湾不晓得 不过已经猜中了两个了非常棒 第一名就是咱们中国的扬州炒饭 金包饮要炒得粒粒分明 每颗饭粒上面都要包裹着蛋黄鸡蛋 对不对 主名的扬州炒饭 第二名非常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意大利海鲜炒饭 也类似意大利的炖饭 第三名就是刚刚老婆说的发源于印度 流行于泰国和日本的咖喱炒饭 台湾也有非常好吃的咖喱炒饭 我一会再来跟大家报告 第四名讲的就是酱油炒饭 酱油炒饭到底哪里有名 你看他根本没有地名对不对 但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妈妈炒过的酱油炒饭 家里有什么东西炒一炒 那就是一盘最香的酱油炒饭 你到哪里去吃都吃不到妈妈做的那个味道 第五名讲的是印尼炒饭 印尼的炒饭跟其他地方的炒饭都不一样哦 因为前面用的不是大米就是糯米 印尼炒饭用的是树米也就是小米 它会跟洋葱啊或者是那个茄子啊九层塔炒成素的 它也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炒饭 这五种炒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第三种 咖喱炒饭 因为在天凉的时候吃一个带有一点点辛辣味的咖喱炒饭 我觉得是最对味了 不过讲到这里啊老婆我还要跟你请教一下咯 咖喱到底发源于哪里 发印度吧 聪明聪明聪明 完全正确 咖喱就是发源于印度北部的泰米尔地区 它是在英国不是跑到那个印度去殖民之后吗 才把这个咖喱的风味传到世界各地去 当时印度并不把它称为咖喱 因为印度最会使用香料 每个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香料组合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流传于全世界各地 为了给它一个统一的名字才称它为咖喱 咖喱里里面一定有三种原料 然后哪三种 姜黄 辣椒粉 香菜籽粉 对 姜黄 圆衰 跟辣椒粉 其他就看各个地方的调配不同 但这三种基本上一定都有 我看过最简单的有七种香料就调出来的 再加上姜 那个什么洋葱 最复杂的我曾经看过有三十种香料的就是在印度地区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印度的咖喱香料多 煮起来啊 他们会加豆豆下去煮 扁豆啊 鹰嘴豆丢到里面去煮 加上蔬菜肉类 煮成类似西西的 这就是所谓的印度咖喱 泰国咖喱呢 很多会加上鱼露跟虾酱 我把它称之为有一点臭香味 一点臭臭的 但吃起来特别香 而马来西亚的咖喱呢 这会加椰浆跟椰丝 它的味道带有一种浓厚的度假气息 日本也是非常流行咖喱的一个地方哦 日本咖喱有什么特色 日本咖喱它是甜的 它不辣或者只带有一点点的微辣 而它的甜也跟其他的甜不大相同 它的甜是带有蔬果和水果的香味 所以日本咖喱去看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磨蘋果泥 或者是磨一些洋葱泥 或者磨水泥的泥给它加进去 所以它的味道是带甜 而且它会加一些些面粉或米粉在里头 所以日本的咖喱做出来都是浓稠状的 台湾吃咖喱最早期的文字记载 其实在日本那个切剧 也不是切剧啊 就是割据台湾或者是殖民台湾 之前在美国的船员上面就有提到 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在文字记载上 美国船员在台湾吃到的咖喱 是甜鸡咖喱 就抓那个水鸡啊拿来煮咖喱 可是真正流行在台湾的还是日剧时期来的时候 吃的日式咖喱 台湾的咖喱大概现在分两种 一种就是吃日式咖喱 再来就是东南亚风的泰斯咖喱 这两种咖喱都非常好吃 好嘞话不多说今天啊 我们在那个东南亚料理店 买到了我们比较常使用的 类似印度咖喱或者是东南亚咖喱 那个口味的咖喱粉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属于我们家特别喜欢吃口味的咖喱炒饭 最后十秒钟 我在台湾曾经吃过最好吃的两个咖喱饭 其实在哪里我也忘记了 我印象当中是在基隆 就是我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不是读海洋大学 思评加工研究所吗 曾经吃过一个非常非常的好吃的咖喱炒饭 现在回去找找不到了 第二个还找得到 就是我老婆做的咖喱饭 老婆时间交给你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玉如姐 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咖喱粉 这个咖喱粉其实我常常用 它这个是比较偏印度口味 但是它是越南做的 对越南做的 它这个的辣味其实蛮重的 有些小朋友可能不敢吃辣的 你就要考虑一下 就换别种咖喱粉 你看它颜色偏红大概就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咖喱粉它真的很够 它很够味所以很好吃 好这个先买旁边 我们现在先来处理食材 一般我们在做咖喱的料理 都会配上洋葱 对可是洋葱 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儿子他们又不吃了 就是你一定要炒到 他没有发现里头有洋葱 所以洋葱呢 我现在要尽量把它切 越小越好 洋葱炒好了 它会有香甜味 对 而洋葱的辛辣味 也会完全消失了 会不见 对 最后这边没有切断 这样我们在切的时候 会比较好切一点 对 好 那我们这样子先把它切成丁 就是越小越好 第一个比较容易熟 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比较不会吃到它 有些没有炒到很软 你会觉得它很爱口 对 好嘞 接下来我就再切一点点高丽菜 就是配一些高丽菜在里面 但是这个高丽菜 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 炒饭最怕就是饭会出水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高丽菜我们要把它 就是不用加太多 然后把它切得很末 很小 你在起锅前稍微把它加进去 然后翻炒一下就好 其实我发现很多大饭店 他们的青菜也是这样处理 他们都是最后才加进去 然后翻一下 它不会等到它整个都出碎 就你看切到像那么碎 好 这样子营养才会在炒饭里面 好嘞 再来我准备这个红萝卜 其实都是为了希望营养可以均衡一点 但是红萝卜绝对不能切 像那个很多炒饭会有那种综合蔬果 是不是三色蔬果 什么豆豆 红萝卜还有一个玉米 豌豆玉米红萝卜块 对我觉得那个很难吃 其实我 就不喜欢有胡萝卜出现在炒饭里面 胡萝卜丁胡萝卜丝 我都不喜欢吃 我也是 但是你把它磨成泥 第一个就是它颜色很好看 第二个就是它养分也进去了 对 而且也吃不出来 第三个混在咖喱里面 真的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其实小时候我儿子 他们的炒饭就是这样 都会常帮他们加红萝卜泥在里面 他们也是这样长大的 好我磨这些 这种算不算善意的谎言 磨这些就够了 这样看还有一点像那什么虾软 对对 好这个红萝卜泥也磨好了 现在全部的辛香料都已经好了 这边还有猪肉 猪肉我就把它弄那个绞肉 你如果用那个鸡肉丁也可以 再来就是鸡蛋 那我们上锅 Go 锅烧热了 加油 先放一些油进来 我们先来炒蛋 嗯 其实我在做蛋炒饭的时候 基本上蛋都是先炒 对 除非你是要做黄金炒饭 哎呦 炒不起来 不要把我流利太炸坏了 哇 双黄 今天好运了啦 哇 真的双黄蛋 对 哇 咦 我们之前有做过几个炒饭 有做过香糖炒饭 还有一般的酱油炒饭 对 超好吃的 其实你刚才讲的 酱油炒饭 其实我把它定义成就是 猪油拌拌的生鸡蛋 对 超好吃 对 好 这样子我们再把它 飘碎 不用炒得太碎 要让它保留一点蛋的形状 还有口感 对 其实我在外面吃很多咖喱籽炒饭 它不见得会有炒鸡蛋 大部分都没有 对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做便当 要让小朋友吃的营养 对 对 我觉得有个蛋香还是不一样 对 好吃的 你看日本很多蛋包饭 它下面用的也是番茄饭 番茄酱拌饭 或者是咖喱饭 好 蛋炒一半 好 好 蛋炒成快了 对 有点焦香味出来 对 可是你看 就是要炒到它有点焦黄 对 那个才有蛋香 让车尾切一下 好的 小火 这个先把它盖出来 我今天蛋这边香 好香喔 一定要有这种焦黄的颜色感到香 可能是装黄蛋吧 哈哈哈哈 好嘞 再加一点油 对 我们现在就是要炒洋葱了 洋葱要花点时间 对 洋葱嘴饭含量其实蛮高的 对 要给它炒一下 在炒洋葱的时候 你的火不能太大 对 你要用大概中火慢慢把它炒 炒到它可变焦糖化 它整个会变甜的 风味完全不同 对 把火啊 整上就好了 好 弄小火 小小火 对 这个我们给它炒一下 好 要有耐心啊 嗯 是不是跟刚才的颜色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 变得黄黄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推到旁边 我们现在要来炒猪肉了 嗯 其实闻起来也有点甜甜的感觉 已经有甜味了 这个猪肉也一样 你就是稍微让它炒一下 其实我最怕吃到一种炒饭 就是它洋葱很硬很深 然后红萝卜也很深 还放一堆的红萝卜丝 因为它整个整体炒不软 它就是硬的 对 我觉得那一种不好吃 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做生意就是这样 它就切好一大堆 本人啊 標準配方 它没有时间 像我们这样慢慢炒 那我们自己慢慢炒 就是洋葱把它炒软 然后红萝卜把它磨成泥 对 对 这样会比较好 好 所以猪肉把它炒熟 好 好 猪肉的香味也做了 嗯 好 油煮出来了 就代表筋肉已经熟了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混合在一起 好 软软炒肉 对 很快我们再把它推到旁边 这样我们要来炒饭了 这个饭 我这个饭是专程煮了一锅饭 来炒 为什么要专门做 因为你是要炒饭用的饭 水可以不要放那么多 对 你可以比平常还要少一点点 对 好 这样 这样 比较容易颗粒分明 但也不会太烂 分明 对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开火 对 好 然后把家里长就把它加进来了 已经炒得好了 好 不要太多哈 你的下手太重小孩就不想吃 这时候我们再开始把它压一下 压一下 不用太用力压 用勺子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压 其实你不用太用力 没错 对对 因为它加热以后 它自然它就会散开来了 就会散开来了 好 把它炒一下 可是压来压去有一种炒饭的快感 呵呵呵 这个油如果不够啊 你就可以再补一心处进来 好嘞 那我们自己炒一下 哇 现在味道已经好香了 好香啊 都是咖喱的香味了 可是没有咸味 所以我现在补一些盐 好 咖喱粉里面没有盐了 这个咖喱菜就进来了 好嘞 还有刚才的 鸡蛋 对 还有这个 胡萝卜 诶 剩的我们就是快速翻炒 把它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组合嘛 对 组合在一起 大人的寂寞 呵呵呵 我觉得胡萝卜那个颜色还挺好 对 混在里头 其实看不出来把它炒均匀一点 翻炒一下 对 差不多了哈 嗯 其实我们刚才尝了一下味道 我觉得咖喱的味道还不够 所以我又多加了一些咖喱 对 你看那样金黄金黄好漂亮 很漂亮 好熄火了喔 这两天好了 聞起来好香喔 这根本是一个深夜的邪恶料理 如果邻居家炒这个 可能半夜周围的邻居都睡不着 闻起来就是个 咖喱的香味超香的 香气不必 而且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金黄色 我们来看一下喔 非常松软有没有 粒粒分明啊 对 一打开你看那个蒸汽出来 带出来都是咖喱香味 哇 赶紧来尝一下 就是不要放会出水的食材 就炒糊了 而且你看 鸡蛋洋葱 根本看不见 小孩稀里糊里就吃光了 哪里还有什么胡萝卜的感觉啊 当妈妈的真的要比较辛苦 尝一口 你要变化一下巧思 很香 很香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没有咖喱块 只有咖喱粉 而且炒饭的时候 加一点点咖喱粉 就觉得好幸福喔 因为你就觉得好像是国外来的东西 有一种异国的那种风味 其实你吃一口 就好像瞬间到了泰国马来西亚去了 这个比较偏印度口味 就好像咻就飞到印度去了 就是有个印度风情 就想要带着那个头巾 开始唱歌 不过这道料理真的非常好吃 不过在最后的时候 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没有办法证实的小小的传闻 很多就是在印度当地有人传说 其实咖喱是释迦摩尼发明创造出来的 它跟佛教还有渊源 很奇怪吧 嗯 据传闻啊 当初印度很多人是不吃牛肉跟猪肉的 可是羊肉又有很重的心善味 所以释迦摩尼就发明了咖喱 它的辛香味和香味可以盖掉羊肉的心善味 这样子改善了印度当地人民的营养社群 而造福了黎民百姓 很有趣的一个传说吧 各位好朋友 如果有机会 买包咖喱粉放在家里面 我相信有一天下大雨 没有买菜的时候 只要咖喱粉加上白饭 还有冰箱里面的青菜肉炒一炒 它就是一道大人小孩都非常想吃 而且一口接一口 绝对占不减少的好料理 张心办坛 就到这个地方 咱们明天见 拜拜